988新闻线 我们的新闻主线有哪些新闻重点 新闻主线 申请Epermula 青年和大专生 可以获得150令吉的电子现金 廖顺喜逃亡一年多 终于自首了 明天就会面控26项洗钱罪 5月召开特别国会 齐齐通过修宪还有反跳槽法案 朝野达三点共识 商一号跳槽定义 还有会修宪条文 这一个也是全新一个星期一 大家非常关注 就是反跳槽法案的相关修宪法案 掌管国会和法律事务的首相 署部长望朱乃迪他就指出 首相伊斯曼沙比里 今天早上就主持了一场会议 然后是跟西蒙 针对修改联邦宪法第十条款达成共识 包括会完善 禁止国会议员跳槽的这个定义 他就说到 今天早上的会议也是有讨论有关 废除联邦宪法第48跨湖6条款的建议 这也就包括任何其他必要的修宪法案 也是在里面的 这个宪法第48跨湖6条款是有阐明说 辞去国会议员的人士 从辞职日生效开始的五年里面呢 会丧失竞选国会议员的资格 那至于第三点呢 就是会制定关于禁止国会议员跳槽的法案 并且会把这个事情提成到 下议院委任的特别临选委员会去探讨 而望朱乃迪今天下午在总结这个辩论的时候呢 也就是公布了11名特别临选委员会的这个名单 那在稍早前呢 其实首相伊斯麦沙比里跟西蒙领袖 他们也是达成了协议 就是说2022年修宪法案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上呢 是不会通过的 民主行动导秘书长陆兆福就说 双方就同意 今天呢先完成二读程序的辩论环节 然后整个二读程序就会展延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修宪法案跟反跳槽法案 在五月底之前召开的下议院特别会议中 这两个法案可以一次过 就是一举的通过 而会有这个协议呢 主要就是担心这一次修订 联邦宪法第十条款的这个定义啊 有点太广泛了 未来可能会被政党利用 会滥用 那所以呢 西蒙就希望说这个条文呢 可以他的明确的定义 必须要阐明 他只能够去针对议员的跳槽行为 西蒙主席理事会在今天下午也是发表声明 就有讲到西蒙领袖 早上的时候已经跟望述乃迪讨论 修宪法案和反跳槽法案的建议 而且取得了四项的成果 第一个就是必须要进一步完善 联邦宪法第十条文 有关结社权的修正 确保这一个仅限于禁止议员跳党而已 就是不能够太广泛 第二个就是联邦宪法第48跨湖 六条文当中有关一名人民代议士 一旦辞职在五年里面是失去参选资格的限制 他们认为这个是就是有协议说这个是需要再研究 还有要制定一个解决方案 这样才可以符合反跳槽法案的精神 而今天提成国会的联邦宪法修正法案呢 就会交给一个由朝野国会议员组成的 国会临选特别委员会 就刚刚我们提过11个人组成的 那他们呢就会在一个月内去研究改善 还有针对修正法案 还有反跳槽法案 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一个月内就会去完善 而第四点就是获得朝野双方同意的修正法案 跟反跳槽法案这两个呢 会在今年五月底之前会召开国会特别委会议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去提成还有通过了 而西蒙主席理事会他们也重申立场 那就是反跳槽法案 是签署朝野备忘录的首要条件之一 那西蒙就承诺会确保修正法案 跟反跳槽法令一定会提成国会 并且呢一定会通过 这对修正法案还有反跳槽法 朝野领袖呢 他们都发表了各自不一样的看法 其中看到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他就坦言 部分民众呢 政治人物是有负面的看法 包括说这个政治人物啊 可能涉及贿赂啊 违背人民委托 还有就是跳槽等等 他就相信 2022年联邦宪法修正案 就会恢复人民对于政治人物 还有就是我国民主体系的信心了 那另外看到 土团党爆而知国会议员慕尤丁 他就说 他不认同因为特定的原因 被所属政党开除 或者是退党的国会议员 这些人就被视为跳槽 而需要马上去悬空议席 举行补选 那慕尤丁他也是土团党的主席嘛 他就说国会议员被党开除 或者是退党呢 可能很多原因的 或者是因为呢 违反党籍被割除 对 然后有的人就是说了一些 让党理秀不开心的话 然后就被党开除 或者是呢 因为政党已经偏离 真正的斗争原则 损害人民和国家 反正就说 会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那他也提到 如果说把跳槽法令 无一豁免 无论什么情况 都沿用这个法令 那么出台的法令呢 将会是很残暴的 所以他就促请政府 要去重新研究 跳槽 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而值得一提的是 慕尤丁 他在2016年 被巫统开除党籍 另外一名也曾经 被开除党籍的是 民心党先本纳区的 国会议员莎菲毅 他就认为 政府必须清楚 传明反跳槽法的定义 也就是如果不认同 政党的理念 或是立场 而被开除党籍 他觉得 这是不是应该 被视为跳槽 这个部分 应该是要说清楚的 沙菲伊呢 他也是民心党的主席 他是以一个 过来人的身份去讲 因为他自己就曾经 在内阁时期 针对一马发展公司 OneMDB课题 提出疑问 但是之后呢 他就被开除了 那另外 祖国斗士党的名誉主席 敦马他就认为 一个政党 加入其他的政治联盟 这样子的话 就不应该被诠释为跳槽 那马迪也是 弗洛交易区的国会议员 他说 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政党必须决定 是否跳槽 比如大选的时候 没有一个政党 获得简单多数支持 那为了 为了取得 简单多数的支持 其他的政党 就必须要加盟嘛 那如果说 这个决定是 有整个政党 而不是有可能 获得部长职位的 个人所决定的话 就不算是跳槽 再看一下 全民党地不牢区的 国会议员 钟少云 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就说 一名国会议员退党 那导致整个政府垮台 这是对选民委托的背叛 但再看一下 一个政党 从执政联盟中撤离 就跟其他的政党 核祖新政府 这样子也是 背叛选民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 他就认为 新的反跳槽法案 必须包括政党退出 执政联盟 导致政府垮台 这一个也应该被视为是跳槽 就好像之前发生的 这个习来登政变这样子 那钟少云 他也是在众多退出 公正党的国会议员的 其中一个人 他在2021年的时候退党的 那当时他就成为 支持土团党主席 慕尤丁政权的独立议员 之后他就跟另外一名 前公正党国会议员 如楼区的国会议员 孙伟宣 合组了全民党 反正就是对于这个定义啊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今天呢 他们就继续的去辩论 而看到乌统金纳巴当案区 国会议员邦莫达 他就嘲讽了 今天有那么多的 跳槽的议员 参与了休闲案的辩论 而正是这些议员跳槽 导致我国变得一团糟 甚至呢 还在国际上蒙羞 而他在辩论时就说 不管你是自愿的 还是被迫的 只要你跳槽 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就例如说是获得职位呀 或者是权利而选择跳槽 我今天真的是相当的激烈 真这个跳槽的定义 是怎样去再辩论呢 那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新一步的消息 就会跟大家再跟进 但是现在要讲的这个人呢 算是有个新的更新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 他就是云尊集团的创办人 廖顺喜 他在被警方通缉 逃亡了一年零二十二天之后 今天自首了 武器安曼商业罪案 调查局总监卡玛鲁丁 他是向东方日报证实 廖顺喜今天在律师的陪同下 就向警方自首 明天他就会在沙南法庭 面控二十六项的洗黑钱罪名 那他说廖顺喜呢 是在二零零一年 反洗黑钱和反恐怖主义 融资法令第四跨湖一 跨湖A条文之下被提控 如果说这个罪名成立呢 他会面对的最高法 的这个刑罚 就是坐牢五年 即罚款五百万令吉 或者是两者兼施 来提一下这个廖顺喜啊 以他为首的犯罪集团 尼击尼击党 Nikki Gang啊 就是因为涉及贩毒啊 非法借贷网络诈骗 还有投资骗局等等的 这些不法活动 被警方列为肃清目标 那如否警方呢 今年三月二十号到二十八号呢 派了二百二十名的警员 就北上廖顺喜的蒲种大本营 要展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 可是没有抓到他 因为呢 在追捕行动的一个星期前 就疑似有黑警通风报信 那他就在这之前呢 已经携带这个巨款逃亡了 那随后呢 也被国际刑警 列入了蓝色通报名单 而我国警方在追捕廖顺喜期间呢 展开了七十多次的 突击行动 并且检查了一百一十八人 好嘞 来看今天的现在不 我们聚焦在政党 就是关于跳槽这个定义啦 其中一个就是有提到说 政党加入其他的联盟 你认为应不应该被视为是跳槽呢 非常直接的 对两个选项啦 应该或不应该 如果你觉得应该的话 可以点选哇 如果觉得不应该 可以点选哈哈 两个选项 问你去到我们的Facebook 现在不的帖子那边 去投选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啦 今天4月11号 也就是一本木拉 电子现金计划 开放申请的第一天 三周木早前就已经宣布会 拨款三亿令吉 推行一本木拉 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呢 每一个人可以一次性获得 150令吉的电子现金 那要怎样才算是符合资格 我和我隔壁这位搭档 是已经不符合资格了 离很远啊 对 这个符合资格就是要年满18到20岁 就是意思是讲你是2002年到2004年 出生的朋友 是大马公民呢 或者你是报读 获得相关部门认可的大马公立 或是私立高等院校 就相当于文凭资格 或是SKM4和以上课程的全职学生呢 都符合这个资格的 那符合资格的青年 还有大专生 就可以通过你们参与 计划的这个电子钱包服务供应商啊 如果是你用的是 BigPay GrabPay Shopee Pay Touch and GoWallet都可以用 那你可以通过这边去申请 申请批准之后呢 这笔现金会直接转账到 你们这个电子钱包里面去 只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 一本木拉的电子钱包现金 只是可以用在线下供物 这样子才可以确保 大家就是可以去购买 国内的零售商 他们可以受费 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给网购的 它只可以去实体店面的时候使用 那除了说政府提供的 150令吉电子现金 个别的电子钱包供应商 还会提供额外的优惠 所以大家可以个别去查询啦 那申请的期限呢 就是即日起 直到今年的6月1号 但要注意的是 这笔钱6月10号之前 就一定要用到的啦 那同样也是钱呢 之前就有很多人申请了 公积金局 EPF的这个1万令吉特别提款嘛 如果你是有申请的话呢 今年起也可以查询 自己的申请状态 如果说你的申请是成功获批的话呢 状态会显示 EPF已经收到申请 并在审核当中 那同时呢 将在4月20号分阶段的处理 那如果说你的申请有问题 或者是还没有提出申请呢 你的状态就会是 没有你的申请记录 而页面同时也会提醒你 确保所输入的信息是正确的 那如果还是不成功的话呢 可以拨打当局的这个特别提款热线 03-8922-4848去查询了 那这些都是从今天开始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 马兴关卡出现了许久未见的人潮 是非常可怕的人潮 这个月低族结束了短暂的返乡假期呢 昨天下午就开始 陆陆续续回到施城那边开工 结果就看到有出入境的人潮 是挤爆整个新山关卡 引起若福州务大臣 温哈菲兹他高度的关注 而且他漏夜也是赶到去 现场那边去协调工作 根据南洋商报的报道呢 昨天下午4点多开始就看到 人潮慢慢涌现 现场就有一些人透露说 他们排队等候出境的人龙 甚至一直排到去大厦外面的大陆旁边 还有靠近新山城中访广场的这个地方 一直到晚上9点多啊 这个人龙完全是已经看不到尽头了 那若福州务大臣温哈菲兹呢 他就有表示啊 移民局内还有这个内政部 就是昨天晚上就马上已经采取行动 希望说可以减缓新山关卡拥堵的情况 他昨天晚上也是有亲自去到现场 去看一下那个关卡那一边 然后呢是有发文 就对所有的越地族啊 面对这样子一个情况是表达非常抱歉的 他有说当局会提升现有的系统 确保同样事件不再发生 那无论如何 昨天晚上这个拥堵的情况呢 是属于特殊的情况了 马歇陆路边境重开之后呢 长地交通基本上还是顺畅的 再加上新加坡租金高涨的 其实不少在当地租房的大马人 现在已经选择恢复每天就是来往两地 多名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公民 在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时就透露 边境封锁期间 他们就不得不就你没有的选择嘛 只能够在当地租房 那过去两年可以看到啊 租金是节节攀升 让他们吃不消 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一个组屋呢 一间普通的房间租金啊 至少五百新元 大约是一千五百令吉 其实你看换算在马来西亚的话 可能一千五百令吉是整间房子的价钱 对对 他就是整间房子 你可以租下一个公寓 而且是他有讲说有两个卧室啊 有泳池啊 健身房等等设施的公寓单位 都可以租着下来的 所以呢 最后他们还是选择说宁愿每天来回 当这个月低族 那刚刚我们就关注了 马来西亚人去到新加坡工作的情况 接下来关注的就是 印尼女佣来到马来西亚工作的情况 印尼驻马大使赫莫诺 他就说 为了避免马来西亚雇主是出现 给不了印尼帮佣薪薪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局他们是已经规定 聘请印尼帮佣的家庭收入 必须有七千令吉 这是至少啊 那如果是要聘请两个人的话 这样就造成两个人的那个价钱 就是家庭收入应该是双倍 也就是一万四千令吉 他在接受当今大马的访问时就说 过去三年当中 其实凡是通过印尼驻马大使馆 提出聘请 聘请这个印尼帮佣的申请 都需要符合上述的要求 这不是新鲜事 他有解释啊 马来西亚民众是需要去改变 你们对于这个印尼女佣 他们是廉价啊 是无知啊 好欺负这样子的印象的 他还说呢 印尼方面为此已经制定了很高的标准 那赫莫诺也提到呢 印尼目前会专注安排 外劳到我国的正式领域就职 同时也会减少输出女佣 去一些虐待劳工啊 或者是强迫劳动问题严重的国家 所以会优先安排 减就是没有什么出现 类似的问题的国家 让他们的女佣输出到这些地方了 嗯 那接着来呢 我们就要关注一下 国内的疫情情况了 对 疫情的情况 我们其实 我今天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也是吓一跳 十个两个月 我们的单日新增病例 再次去到一万宗以下 昨天新增八千一百一十二宗确诊 你知道我们上一次少过一万宗 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今年二月五号的时候 新增九千一百一十七宗确诊 那个时候 真的是两个月前了 十个两个月 这一次呢 我们还比上一次更少啊 那虽然说 这也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棒的情况 它已经改善了很多 但是公共卫生专家就警告了 随着冠病变种病毒 可能带来的威胁 同时越来越多人 开始放松这个防疫的情况 他们就有担心官病的确诊病例 可能就会暴增 大马医药从业联合会 NPCAM的主席 乐谷马就告诉The Star 人们看起来就是不再遵守这些SOP 那很多人表现得 诶 疫情好像不存在一样 所以接下来呢 可能就会看到确诊病例 暴增的一个情况了 千万不要放松啊 社区牵线 诶 接下来的这个呢 其实看到的时候 也是会有点怕怕的 因为毕竟几年前也发生过类似的 这样子的病例 不过我们也希望说 信有余悸 对 他是 如果他是一个个案的话 就好了 那雪中呢就出现了 这个疯狗症致死个案 雪中卫生局主任呢 沙阿里在脸书发表声明说 有一名住在巴达邻区的 40岁本地男子呢 3月10号在家中逝世 死者被送到沙登医院检验的时候呢 发现了他脑部的样本化验 结果是疯狗症病毒呈阳性 而根据社区调查结果呢 死者在逝世前两天呢 还有在附近走动 而死者的感染原因还在调查中 那不管怎样呢 目前雪中是没有出现 疯狗症的投报了 沙阿里他有表示啊 发生上述事件之后呢 雪中的有关当局 就采取多项预防 还有控制的措施 包括在巴达邻区 开始去捕抓野狗 而988新闻线 今天也是有连线到了 兽医程一豪 就请他告诉我们 要怎样去判断攻击自己的这个狗狗 是不是有感染疯狗症呢 基本上如果患上了疯狗症的狗狗 通常有两种 一个会变得特别安静 或者另外一种会变得特别的凶 如果是变得特别凶的那种 他会好像一点点就情绪很暴躁 要咬人 很怕喝水 怕要去吞咽任何液体的状态 然后他就会慢慢死掉 如果你的狗狗一直以来是在家里里面 没有被其他狗狗咬到 没有拖跃的传染的话 他是不可能会种疯狗症的 既然他叫疯狗症的话 是不是只有狗会种 不只狗啊 猫啊 蝙蝠 臭幽 这一类的动物 可能会种到疯狗症啊 如果说真的不幸被狗狗咬伤 第一时间 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处理 我是说人类的部分 我们先不去谈论 他是不是有疯狗症来说 如果真的被狗咬伤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去拿森林盐水 或者是没有办法 情况之下用水喉水去冲洗 然后我们就要快点去插上酒精 黄药水 点符之类的东西 可以的话尽快的去医院 不管他有没有疯狗症都好 我们还是需要去打个破伤风 如果怀疑他有疯狗症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打抗体疫苗 疯狗症的那个细菌进去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再去打那个预防针 来去让身体产生抗体 我们就直接把抗体打进去身体 去杀掉那个病毒 那如果人类真的不幸被咬伤 会有些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我们先讲最严重的后果 就是死亡 疯狗症 它是一个顺着我们神经线上去 跟着神经线传染的一个东西 被咬到脚跟被咬到手 两者有很大的分别 怎么说呢 因为咬到脚了 它会慢慢去我们的中枢神经 所以它拿的时间会比咬到手来说的话 长发病率会比较慢一点点 因为它会比较慢去到大脑 它要走比较长的路 人也会变得像跟狗一样的症状 你就会开始比较暴躁 不安 很怕去喝水 不敢吞咽食物跟水 通常发病率都是在两周内 所以就是你在第一时间快快去医院 因为现在已经有案例了 反正这个 就是要提醒大家了 虽然现在出现了个案 那不要恐慌 是是是 就如果发现到 如果真的是不幸被咬伤的话 刚刚医生也是告诉了我们 可以怎么样去紧急处理吗 所以就是要尽早的去就医 而如果说你自己家里养的宠物 是没有常常外出的话 也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部分了 好了 今天现在不我们关注的就是 政党加入其他的联盟 你认为应不应该被视为跳槽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那儿的投选结果 87%的朋友都认为是应该被视为跳槽的 13%的朋友认为不应该 那我看到在我们这个 现在播的帖子下面 大家都是有在讨论的 这是有人也很积极的在回复大家 关于这个跳槽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视频的这个留言区 就看到就是 一起看的那些朋友呢 就在讨论起关于这个跳槽了 接下来这一个月 我觉得陆陆续续还是有很多关于 反跳槽啊 或者是修改宪法的这个新闻出来 因为那11个人组成的临选特别委员会呢 他们就是在去讨论整个东西 或者是提出该大不同的看法 他们去整合 那刚刚也说了嘛 最迟是5月底之前 就在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所以呢 有任何的最新消息呢 新闻线也会及时为大家跟进的啦 我是香菇 我是丁星瑞 我们明天新闻线继续跟你聊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